今天才知道,原来山药去皮竟然这么简单 只需要一个叉子就可以轻松的搞定 简单快速,干净不手痒 学会这两个方法,终身受用 嗨,大家好,我是小苏,一圈三联球关注 首先我们来分享第一种去皮的方法 把清洗干净的山药放在开水中,煮上一分钟,然后控水烙出 冬天要多吃山药 山药更是一种难得的药食童年的食材 营养价值也是特别高 山药好吃,但是很多朋友都避而远之 因为在削皮的时候,这叶粘在手上就会欺氧无比 那是因为山药的这叶中含有造角素 年叶中含有山药碱 而经过高温煮烫,会使这两种物质产生变化 还可以去除山药碱 所以煮过的山药我们在削皮的时候,手上就不会沾上任何的粘液 可以放心的用手碰触 山药不滑也不粘,更不会刺激皮肤 接下来我们来分享第二种方法 准备一个家里最常用的吃饭的叉子 在大头的部分给它插进去,这一样的插得深一些 用削皮刀直接削皮就可以 用叉子代替手扶的位置 我们在削皮的过程中,全程手不用碰触山药 就不用再担心粘液碰触到手上,刺激我们的皮肤了 这两种方法您更喜欢哪种呢 冬天一定要多给家人做山药 山药去皮之后直接拍碎 然后剁成小一些的颗粒 放入一个小盆中 将往里面加入一大勺的面粉 用筷子搅拌均匀 让面粉都包裹住山药 这样子还可以防止氧化变黑 两颗鸡蛋摊成鸡蛋皮 捡起来之后切成丝 放入盘装备用 下面我们开始烹饪 油热放入葱花虾仁给它爆香 呛出香味 然后放入切好的西红柿丁 大火炒至出沙出汁 然后往里面倒入提前做好的开水 然后盖上锅杆 开小火过度上五分钟 煮出虾仁的香气 调味只需加入食盐 少许的白胡椒粉 再来点生抽上丝哦 就可以放入裹上练粉的山药丁 用筷子把山药搅散 避免粘连在一起 中小火过度上五分钟 把山药煮熟 出口前我们放上鸡蛋丝 适量的青菜增加营养 再来几滴香药提香 搅拌均匀即可美美的享用了 学会的这两种给山药去皮的方法 我们就可以烹饪出更多的山药美食 家里有孩子和老人的 一定要做这道山药疙瘩汤 冬天来上一碗 暖心又暖胃 好吃营养更健康 如果你也喜欢吃山药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们下期见